我今日分享这个主题就是 靠着圣灵的能力遵从大使命 我们都知道耶稣吩咐我们 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吸吐门施洗 凡耶稣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们都很想人得救 但很多人因为不同的原因 令到他们是没有这个信心去传呼音 或者没有这个动力去传呼音 我今天会看看这个主题 首先就是圣经讲到 所有基督徒都有责任去侍奉神 去做耶稣所吩咐我们所做的 在《以弗所书4章12节》里说 他所赐的有仕途有先知 有传呼音的有牧师和教师 为要承传圣徒各尽其职 建立基督的身体 有很多人就将传道的责任 交给牧师和传道 但这里就讲到 仕途、先知、传呼音的牧师和教师的责任是什么呢? 就是承传圣徒 承传圣徒原文的意思就是装备圣徒 装备圣徒各尽其职 每一个人都尽他的责任 去建立基督的身体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 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责任建立基督的身体 牧师传道的责任是训练我们 叫我们能够出去传呼音 以及建立人的灵命 建立基督的身体 而有一天我们过去都要交仗 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 讲到三个比喻 都是说到耶稣回来的 第一个比喻是说到十同女 有预备游的 这五个聪明的同女就可以进入天国 第二个比喻是说到有按财干受审判 这个比喻就是三个仆人 一个收了五千两银子 一个收二千两银子 一个收一千两银子 然后主人就吩咐他们去做买卖 然后主人就出外了 那五千的赚了五千回来 主人就说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二十一节 好,你者有良善有忠心的仆人 就清赞他有良善 就是他生命良善 他生命里面有神的生命 有忠心 忠心遵从神 做神所吩咐的事 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虚律事派你管理 可以尽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就可以进来享受天父的快乐 这里就是说到一个忠心的仆人 但是后面又说到一千两银子的仆人 就将那些钱埋藏在地里面 那么耶稣就说了 主人就说这个又恶又懒的仆人 那么又第三个比喻 就是说到有绵羊和山羊 绵羊就是有做在主的一个小的弟兄身上 任何一样东西去照顾他 去祝福他 而那些山羊就是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 然后耶稣就说了 最后在四十六节里说 这些人要往永营里去 那些人要往永生里去 就是说那些是忠心的 就进入永生 然后那些没有做在主的弟兄身上的 就要进入永营里面 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人人都要交仗 有一天我们个个都要在神面前要交仗 我们所做的 有没有遵从神的吩咐呢 有没有遵从大使命 有没有遵从大戒命 大戒命就是尽心爱神和爱人如己 我们有没有全心爱神和爱人如己呢 还有全人福音 这个就是神所吩咐的 吩咐我们去遵从的 而在这个过程其实神是会给我们力量和给我们喜乐 和给我们封盛的生命的 有很多基督徒就说 全福音很难 那我们是需要圣灵的能力的 在四能转一章八节那里说 圣灵降临在你身上 你们就必得了能力 并且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 撒马利亚至到地极作我见证 就是耶稣说 圣灵降临在你身上 你就会得着能力去传上福音 那圣灵的能力到底是会做什么呢 其实有很多都是所有教会接受的 就是叫人悔改、知罪 圣经在《遥汉福音》十六章八节那里说 保卫斯圣灵来到 叫我们为罪、为疑、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就是为我们所有做的不好的东西 来到自己责备自己 这是圣灵的感动 凡是信耶稣的人都会有这个圣灵的感动 另外在高林多前书十二章三节就说到 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 没有人能够称耶稣为主 就是说圣灵都感动我们去信耶稣 这都是圣灵的工作 会叫人悔改、信靠耶稣 还有会成长的会有圣灵的果子 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 人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 就是说到生命的改变 即是所有基督徒都会有 真基督徒都会有知序、信靠耶稣 还有会有圣灵的果子 还有有侍奉的果子 圣经里面也有说到圣灵有神迹性的能力 这有很多人不太明白和不太接受 在以赛书六十一章一节开始 就说到主耶稣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稣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及谦卑的人 差异我医好伤心的人 高高被老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第二节下半部就说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第三节下半部就说起乐由代替悲哀 这里就说到圣灵的其中一个工作 在这里说到第一 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就叫我传好信息给我们动力 这是很多基督徒都会有经历过的 就是有动力去传呼音 传这个好信息 然后就差异一个医好伤心的人 这一样是一个圣灵很特别的工作 在1998年 有一个暴徒家为我按手祈祷 按手的时候 哇,很大的能力 好像电流那样涌入我里面 里面即时感受很大很大的爱 是我从来未试过这样经历的 我就非常之感动 哭了很久 我就说原来可以这样经历神的 可以这样经历神的爱 神的感动 之后我就用很多时间去祈祷 当我多祈祷的时候 我就发觉 我一想到耶稣 一呼叫耶稣 即时我感受神的喜乐来到 和神的能力来到我身上 我就觉得非常之特别 然后当时有些教友要求我为他们按手祈祷 好奇妙就是他们就经历到能力 经历到邪灵释放出来 经历到资罪 悔改 有心改变 还有心灵的医治 就是有些他以前有些忧伤痛苦不开心 就会释放出来 他真的就会哭出来 以前那些忧伤会走出来 接着他人就轻松了 有些就会很喜乐 很轻松很开心 包括我自己在内以前都有很多压力 但是当我经历四年之后 我里面就很轻松 很喜乐 随时一想耶稣 我即时有喜乐涌流出来 并且我为很多人祈祷 他们都经历了心灵的医治 即是有些忧伤的人 有压力的人 有烦恼的人 他们都经历到这种释放 整个人松了 整个人开心了 这件事是重复又重复发生的 并且我在一个圣灵恩高侍奉训训课程 是训练学员 能够有这个圣灵的能力 去为人服侍祈祷 然后就带来心灵的安慰和医治 心灵的重担释放 整个人被更新改变 病得医治 还有很多的改变 都是神答应了的 其中一样就是心灵的医治 有很多人对于心灵的医治 就不太明白 其实在服侍祈祷 在圣灵恩高之下的祈祷的时候 其实神自己会造谷 有很多人在敬拜赞美 忽然间就很感动 忽然间就很安慰 那些重担释放出来 也有很多人在我们服侍祈祷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情况 就是觉得整个人很轻松 很轻松 忽然间释放出来 可能有些会哭 有些会觉得轻松 或者有些压力 然后释放出来 接着他就松了 就是圣灵会做他的工作 当然我们都可以按照圣经的方法去辅导他 让他知道神怎么爱我们 看重我们 很想祝福我们 还有带领这个人 悔改 认罪 愿意离开罪 信靠耶稣 做他的个人救主 并且愿意跟从耶稣 放下所有的烦恼重担 不再因为人而受影响 不会怒人 愿意连恕人 又遗恕人 愿意放下烦恼的时候 去亲近神的时候 神的安慰和医治 就很大的临在 这个是圣灵自动会做的 当然多亲近神 他心就会松的 其实任何人 自己安静的等候神 赞美神 感激神 思想神的话语 思想神的恩典 都会经历到 心灵的安慰 心灵的清省 不过在圣灵充满的状态 这个医治是更加强烈 更加快的 另外 词经也说到 神是赐给我们 医病和行义能的恩赐 有很多人会觉得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今天都有呢 其实 在古龙多前书十二章 说到这些恩赐的时候 他并没有说到这些会停止的 另外在马可福音十六章 说到 有审案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也都没有说到会停止 并就是在大善明 全福音到普天下的时候 一样有这个能力的 在这个经文 那里不通过前书十二章九节 那里说到 圣灵似给人有医病的恩赐 行义能的恩赐 作先知的恩赐 辨别诛灵的恩赐 有很多人就说 是不是真的呢 是不是真的有呢 我们是亲眼见到的 在我网上也都有很多影片 拍了一些人就真的得医治 有一个是有癌症的 得医治 另外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有失眠十几年的好番 有一个在香港的大学生 他失眠了四年 读大学 读了年纪都要停学 因为失眠得太辛苦 来到我祈祷 他即时第一晚开始睡眠 后来就完全康复 康复之后就可以回学 现在已经完成了大学的课程 就看到呢 神真是好真 真是医治人 也有是膝头痛 痛了很久十几年 祈祷之后完全好了 也有手振了几十年的时间 但后来呢 经历圣灵的时候 手振是完全康复的 有很多的问题 有半身不遂的 是动得不方便的 又会无力的 但骑到之后有力量 或者眼睛不清的 可以看得清楚的 但有些人就说 圣灵充满的人 是否祈祷 每个人都得医治呢 其实这件事 是没有人能够担保的 事实上 圣经里面都记载到 保罗行很强烈的神迹 圣经说到 有人在他身上拿手巾和围困 放在病人 还有有鬼附的人身上 邪灵就出来 病就好了 即是保罗带着神很大的能力 但在加勒太书的话 保罗说 我初次全福音级领患 是因为有病 保罗也有病 也保罗对提摩泰说 因为你屡次患病 所以可以稍微用碟走 提摩泰是保罗的 他的属灵的儿子 也有病 没有得到医治 另外以巴弗提 保罗的童工 也是有病的 让我们看到 神是赐给我们的能力 去医病 但不代表 每一个人都绝对得医治 有些人不得医治 不代表否认了 我们有这个能力 在这个世上 只有耶稣在世上的时候 是完全什么病都要了 现在很多的神迹报道家 很多人真的带着神的能力 很多人是真实被医治 但是他们都不是每一个病人好 这个就是人和神的分别 神是完全是任何病都医到的 但我们不是神 我们不能够医到所有的病 不代表我们没有圣灵的 医病的恩赐和能力 正间是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有这个 医病的恩赐和行义能的恩赐 并且在马虎福音十六章 讲到 这个大使命 是讲到神将这个权并赐给我们的 十五节那里说 他又对他们说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 给万民听 所以这个经文是讲到 大使命 即是说当福音 由耶路撒冷去传 传到地极 这段时间 将福音传遍普天下 即是由耶稣回来之前 都可以有以后的事发生的 在寿六节那里就说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必定罪 然后十七节 跟着就说 信的人必有神迹除弱他们 就一定有神迹歧视除弱他们 而这里是下了定义 什么神迹 因为有些人说信主是神迹 这个的确是信主是最大的神迹 但这里的圣经是有讲到其他的神迹的 就是奉耶稣的名赶鬼 说身方言 守能拿舌 若学要什么毒物 有必不受害 守岸病人 病人做必好了 这里有一些神迹的能力 在不需要的时候 是不需要使用的 比如说守能拿舌 学什么毒物 这个我觉得是应该在 人受迫白的时候 基督徒受迫白的时候 可能被逼喝一些毒物的时候 神可以叫我们 喝到毒物都不至于受伤害 但是这里讲到 奉耶稣的名赶鬼 这个是我们时时都做的 时时都靠着神的能力去做 的而且我发觉 越充满圣灵的能力 越与神有密切关系的人 他赶邪灵力是越快越有能力的 那怎么是圣灵充满呢 其实这个是一个长期的关系 不是一次的经历 因为有很多人参加过聚会 一时经历很大的能力 但是没有保持 我们怎么保持呢 就是时时和神有亲密的关系 愿意悔改离开罪 愿意看圣经 深信圣经所有的说话 并一应用出来 对神有信心 很深信神 很爱我们和神有密切的关系 然后用长时间用心灵诚实 爱慕神 不只是口说 是整个心灵去爱慕神 我把它拆开就是 我们的灵和魂 首先是魂 因为所有人都有魂的魂 包括什么呢 思想意志感情 就是所有的思想都认同 神是最好的 神的说话都是最好的 我们完全相信 和跟从神的说话 在用思想的径牌是什么呢 整个思想说 神你是最好的 我全心跟从你 然后意志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决意将我生命给耶稣 神啊 我整个生命都献上给你 然后呢 感情是怎么样呢 就是看到神这么好 对我们这么有爱 那么关心我们 创造卖物都是这么好的 创造的食物又这么好吃的 又改变我们的生命 吸引我们的信耶稣 又时时带领我们悔改 信主 譬如我们有时犯罪 神的灵就会感动我们 叫我们知罪 神时时服侍我们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不听话 但是神不断感动我们 我们看到神的工作 就说神啊你真是好 全世界没有人像神那么好的 我真的愿意呢 完全听耶稣的说话 完全去亲近耶稣 走耶稣的路 跟耶稣有深的感情 当人愿意在祈祷的时候 跟神有深的感情的时候呢 他跟神的关系都会加强很多的 但是有些人就说 祈祷要有感情的吗 我们看以赛书49章那里讲到 神说 婦人亦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 不练书她所生的儿子 即是有忘记 我都不会忘记你们 是告诉我们 神是经常想念我们的 妈妈都会 就算有忘记了BB 我都不会忘记你们的 神经常想念我们 想着我们 这里很明显讲到 神跟我们是有感情的 在西班牙书三章十七节 西班牙书三章十七节的下半部 讲到 神因我们欢恩喜乐 默而爱我们 且因我们喜乐而欢呼 即是讲到 神是因为我们很开心的 欢恩喜乐 又默默地去爱我们 并且因我们喜乐到 欢呼的 很开心的 都是告诉我们 神跟我们是有好心的感情 浪子回来的时候 他爸爸是抱着他的儿子 疼他 这个是表达出 神真的等着我们回来 不是只是信耶稣的时候回来 而是等着我们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都回到神那里 时时亲近神 时时被神去改变 跟神有密切的关系 神跟我们这么有感情 虽然以色列人这么不听话 但是神一直在 旧日时时跟我们说话 叫他们悔改 何必死亡呢 叫他们回来 看到神对他们 是有强烈的感情 神跟我们也有强烈的感情 我们多次不听他的话 他依然不断地感动我们 所以我们看到神这么好 我们到底对神 有多大的感情呢 其实最大的感情 就是尽心 尽性 尽意尽力 爱主我们的神 尽性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尽整个灵魂 整个灵魂去爱神 首先我刚才说的就是 云 思想意志感情 全心去爱神 然后就是灵 灵是比较 灵就是我们与神相交的部分 那部分就叫做灵 但是用灵去祷告 实际是比较抽象的 那我就看圣经 看到诗篇一八零三篇第一节 有人说烦在我里面的 也要清重他力性命 那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就可以怎样呢 是烦在我里面 我整个人 全个人 全心全意的 去爱慕神 去感激神 这个呢 当我们每一天去投入去做 就越来越能够 用整个 魂和灵去敬拜了 就是烦在我里面 在我里面的灵魂 都全心去爱神 不要只是口说 赞美主、感谢主 没有那些感情放在里面 只是这样的时候 那种只是头脑的敬拜 我们学习 整个灵魂 全心 喜悦神 欢喜神 相信祂是最好的 我们思想完全相信祂是最好的 我们的意志全心跟从神 我们跟神有心的感情 和烦在我里面的 都去清重祂的圣明 这样我们就跟神有越来越密切的关系 这样的时候 圣灵的同在 神的同在就越来越强烈 其实圣灵充满就是神强烈的同在 其实 并不是一些很神秘的东西 就是说 跟神有很高度的密切关系 不只是知识上或者头脑上的关系 是整个人的生命 完全将生命交给耶稣 整个生命属于耶稣的 整个生命是毁身跟从耶稣的 行耶稣的路 跟他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就是 圣灵充满 不单只是头脑上的认识 而是一个整个生命同神结联 在哥林多前书6章17节那里说 但与主联合便是与主成为一灵 与主联合的就是我们的灵 与神的灵成为一灵 其实每个基督徒都与主的灵成为一灵 不过程度不同 有些人是紧紧给神的改变 很多时候不听神的话 很多时候没有去想到神 没有去爱神 的时候 他的合一只是很轻微 就好像有些人结婚 结婚跟丈夫妻子的关系很疏远 这样的时候他也是结婚了 不过关系很疏远 但有些人结婚的关系很密切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与主成为一灵 不过有些人是紧紧接触 但有些人是整个人藏在神的论言 神也都充满他的论言 这个就是跟神密切的关系 所以其实圣灵充满 并不是一些很神秘的事 就是与神有密切的关系 事是全心全意 相信神是最好的思想 以至决意跟从神 同时有心的感情 事是从心底处去爱慕神 然后处理生命 所有的问题 所有的负面思想 被人影响 负面的情绪 负面的潜意识 不好的生活方式 伤害、圣情的问题都处理 靠着耶稣真的可以处理到 然后就真的 时时亲近神带着 时时结出圣灵的果子 生命充满神的喜乐 人爱和平 这些圣灵的果子 并且全心全意去服事主 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心意 当我们多亲近神的时候 你发觉为人祈祷就有能力 就会有人病得医治 就会有人鬼被赶出来 这个是圣经所说的 信的人都有神迹 随着他们的 我自己个人觉得很可惜的 就是这个世代 似乎这是一个冤案 什么冤案呢? 就是很多基督徒 很多教会 很多宗派 将圣灵充满 是好像排斥了 其实每一个教会 不同的路线 有不同的人 有时他会做错某些事 但是圣经所说的 圣灵充满 我们不要说某些人怎么做 某些人怎么做 有时可能他有些 不是完全跟着圣经的 但是圣经所说的是 深信神的爱 事是深深的爱神 和神有密切的关系 处理生命 所有不潔症的罪都处理 然后整个生命 毁身跟从神 这些是圣经 完全合乎圣经的 有些做法 有些圣灵充满的人的做法 有些灵恩派的人的做法 他们未必全部是跟圣经 他们都有一部分是跟圣经的 因为这个圆 有些人就完全排斥了 但是圣经所说的 我们不应该排斥 为什么我说是冤爱呢 就好像永远都好像 好像两边是分开了的 我觉得是非常可惜 其实圣灵充满 应该所有教会可以接受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活在神的爱中 深信神的爱 从心灵的深处 全心爱神 全心毁身给神 完全走神的路 将生命完全交给主 处理生命中所有问题 然后多祷告 就带着神的能力 有神积除了他们 就是奉耶稣明赶鬼 手腕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这样的时候 传福音是会很有果陷的 圣经也说到 我们可以经历到神的同在 圣经在罗马书五章五节里说 圣灵将神的爱 敲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就是圣灵可以将神的爱 敲灌在人的心里面 当人亲近神的时候 这就是1998年 这个报道家为我其中的事 忽然间 神的爱就充满我的心里 这个真的是很大的恩典 我真的经历到神的爱 充满我 我是很感激 被这个神的爱激励 我就整个生命去跟从神 神的爱是可以经历的 神的平安、轻散可以经历的 耶稣说 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 耶稣也说 凡劳苦、担重担人 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这门得安息 神就会叫我们得到轻散 那些重担得到释放 这个是神答应我们的 神也答应我们 叫我们在诗篇16篇 第8节、9节那里说到 大卫将耶和华 常摆在他面前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即是说 心欢喜、灵快乐 和肉身都会舒服的 有很多人在亲近神的时候 身体就会很平安、很轻散、很舒服 身体的毛病一路减少 身体越来越健康 这个就是神同在 带来对我们身体的祝福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 当我们越亲近神 就每一次的祈祷 发觉立刻有平安 立刻觉得轻散 立刻觉得喜乐 圣灵的果子就是人爱喜乐 身体又觉得肉身安然居住 然后他每一次投入 这样祈祷 越来越强烈 一旗祈祷 越来越强烈 有神的喜乐 神的爱 神的平安、轻散 和肉身安然居住 就会让我们看到 我们今世可以享受神的同在 并且带着神的能力 为人祈祷 那些人都会这样经历 神就给我们这个 经历圣灵报道法 就是为人祈祷的时候 很多人就会经历 很轻散 那些重担释放 没有重担 没有烦恼 整个人都松了 身体又舒服 疾病又减少 或者医好 或者邪灵说出来 很多人就说 耶稣这么好 我真是想跟从耶稣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 神给我这个方法 就是经历圣灵报道法 就是有圣灵的能力 可以带领人信耶稣 悔改跟从耶稣 让他看到耶稣很真实 即时帮助他现有的问题 医好伤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然后将重担拿走 叫他心灵得到释放 得到安息 有神的平安 有神的喜乐 有神的爱在他里面 他整个生命就可以完全不同 这个是圣经的模式 圣经告诉我们 保罗传呼音的时候 不是单用智慧毁言的言语 而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 是说到有神迹歧视的能力 陪着他的见证 让我们看到圣经的传呼音的模式 也都好像在马可福音十六章所说 是有神迹随着传呼音的 是奉耶稣名赶鬼 手挽病人 病人就必好 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 有些人所做的 我不去维护他们所做的 我只是维护圣经所说的 这些真理 就是说我们可以和神有密切关系 我们可以活在神的爱中 每日享受神的爱 和神有亲密的关系 而可以经历到神的平安 兴省神的喜乐神的爱 将我们整个人改变 让我们越来越有平安 有喜乐 有力量 然后我们可以带着能力 有神迹歧视 随着我们 医好伤心的人 安慰悲哀的人 喜乐游 代替悲哀 还有手挽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又奉耶稣名赶鬼 这都是圣经所说的 圣灵所赐的异能 因为我们看到圣经所说的异能 都是圣灵所赐的这些行异能 和医病的恩赐 就是说 基督徒是可以有这些能力的 信的人 必有神迹除了他们 这就是我所抵护 我所体重 也都很想去维护圣经这个真理 当我们正在行这个真理 我刚刚所说的这几点 全部圣经是支持的 完全是圣经支持的 所以我希望看这个影片的人 你不会说 我教会不是这样的 我以往的信不是这样的 因为很多时候 人们看了这些经文 没有用心去思想 也都觉得是以前的 不是今天的 但是圣经这里很清楚 圣经说 《玛丽福音十六章十五节》 是说到 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 信的人 必有神迹除了他们 耶稣没有说会停的 很久也没有说这些恩赐会停的 所以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 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冤案 我自己也有很多人说 这些是灵恩派 其实我不是灵恩派的 灵恩派有很多的做法 我没有跟从 我跟从的是 根据圣经的方式 圣灵充满 跟神有密切的爱 时事活在神的爱中 处理生命中的问题 又带着圣灵的能力去服侍主 这个就是我所 就是Defend 我所看重 又去护慰的 这个圣经的教导 有些做法 我不去Defend 我也不去 去告诉别人 就是我不去攻击 我只是说 我自己所做的 全部是跟从圣经所说去做 我希望很多人 未认识圣灵的工作 都会打开心 让神去做功 让神在我们里面 和我们有密切的关系 变成一次给我们的能力 让我们能够处理生命的所有问题 然后带着神的能力 去祝福人 去传福音 因为这个是我们要交仗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交仗 每一个人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 要交仗 我们到底是又恶又懒的仆人 又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圣经也有述说 《世罗行传》 6章4节 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全道为事 我们在《世罗行传》看到仕途 他们又祈祷 又全道 不只是只是和祈祷一样 有些人经历圣灵 他就是喜欢祈祷 敬拜赞美 这件事是好的 不过这个是起点,我们不是停留在这里,我们也会继续传福音 保罗有时时祈祷,但他不是停留在祈祷 他会去传福音,他会去建立教会,去遵从大使命 大使命包括传福音和建立灵命,建立人的灵命 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传福音就算,而是帮助人的灵命 所以如果有人只是祈祷,不去传道,不去建立人的灵命 亦都是没有全面性的根从 很可惜我见到很多人经历圣灵,但他就停留在敬拜,他很喜欢,很舒服 很喜欢那种感觉,这也不是圣经上来,只是这样的 圣经上来,经历圣灵之后,整个生命被改变,然后带着神的能力去传福音 然后呢,我们得着很大的恩怨,在马太十九章二十九节 那里讲到,凡为主舍弃一切,任何为主舍弃的,必要得着百倍 并且承受永生,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 就是今生我们为主放下的,都能够今世得到祝福 耶稣也说到马太六章三十三节那里,先求祂的国和祂的义 这一切都加给我们 当我们走神的路的时候,我们今生得福 有喜乐,平安,有力量,还有神会祝福这样的人 圣经也说,你们要吸,其实那个原文就不是吸人 是吸,祝,祝,祝福 你们要吸,就必要吸你们的 并且是用十足的声斗连摇大岸上尖下流的祷在你怀中 就是说到,当我们愿意付出祝福人的时候 神就会将很多的恩典 是从十足的星斗连摇 一路摇好像那些米摇下下下 上尖下流 这样听在我们的怀中 神是答应了 当我们愿意付出的时候 去祝福人 并且这个级是祝福人 并且是奉献的 愿意奉献在天国里面 还有去祝福人的时候 神是会说 我会将十足的星斗 数很多的福气 谈到在我们身上 神会有讲到今生的福气 但这个不是封圣神学 有些人就讲到封圣神 封圣神学的注目 就好像要追求更多这些福气 其实我们追求是委身给神 我们都知道 我们跟从主的时候 是会有逼伯的 神经是有很清楚的讲到 是我们会有逼伯 但我们跟从耶稣 我们不怕逼伯 但是神会赐给我们的恩典 在迫伯里面有起落有力量 这个不是封圣神学 不是只想追求 只是有更多的财富 而是追求神各样封圣的恩典 但是神的确会供应我们 让我们能够做到神的工作 神是会今生赐福给我们 但我们不是为了赐福来服事 我们是为了神这么爱我们 所以我们甘心乐意去服事 希望我们在神里面 如果你们觉得有些问题 比如家庭问题 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人 在家庭里面不愿意处理怒气 烦恼不开心 这些不愿意处理 所以家庭里面就有很多问题 其实很多人呢 他们在哪个地方 比如教会有纷争 他们在一个地方就受苦了 在家庭婚姻 有愤怒 不处理生命 就会在那个地方 就会有问题了 上班的时候 跟人关系不好 也都在上班的地方受伤害 但是当我们全心爱人 祝福人的时候 我们就会带来给更多人 更多福气 也都在这些地方 建立更好的婚姻 建立更好的教会 建立更好的造工的地方 虽然有些人我们改变不了 但是我们尽量 我们可以做 我们自己做的 我们就好像 照顾一个花园 我们生命一个花园 这个花园呢 每个都生得很美 就不是有些人的花园是怎样呢 家庭又破裂 教会又纷争 跟人際关系又不好 健康又不好 让人也不好 我们靠着耶稣的时候 整个人是可以得福 虽然会受苦 受迫伯 但是我们不惧怕 因为呢 在天上有更大的赏赐 和神会赐给我们更大的能力 违圣经有说到 《高林多前书》三章十四节那里说 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 若缺一缺 他就要得赏赐 就是当我们终身服侍主的时候 我们有今生和来生的赏赐 是永恒的 当我们想一想 在小里有说到 作工的果效也都随着他们 就是当我们跟从神的时候 我们所有事奉的果效 祝福人是会跟着我们到永远的 是没有一个是永远跟着我们的 但是这些 我们在主里面所做的一切 就永远跟着我们 我们世上的钱 不会跟着我们 我们世上所有的一切 不会跟着我们 但是我们做在人身上祝福人为主所做的就永远跟着我们 这个价值是无限量的 我希望大家 听到这个信息 心里面就说 神啊 我也很想给神洗 我不想浪费我的命 我们只有一条命 只要活一次 我们这条命 欠给耶稣 我们今生得福 来世得永生 并且有很大的赏赐 现在最重要 其实我最大的动力 都不是这个赏赐 而是 我见到人能够得着恩养 我就很开心 见到人能够入天堂 很开心 见到人生命改变 我就很开心 我觉得很满足 就是见到人 被神祝福 我看着这个人一路改变 又忧伤的 烦恼的 变为一个喜乐 被神祝福的人 并且去祝福别人 这个是我们事奉里面 很大的果效 很大的满足 可能有些人说 我不是传道人 虽然有很多人 不是传道人 但是 我们每个人 都有这个大使命 去使万民 做耶稣的门徒 我们如果有神的能力 有时事亲近神 有神的同在 我们接触的人 都关心他们 祝福他们 都善待他们 这样的时候 我们就影响到周围的人 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传道 但是在我们周围 我们可以作见证 可以影响人 可以带领一些茶经班 可以带领一些祈祷会 就会可以安慰 祝福很多的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 希望我们 真的说 神啊我愿意 我不想浪费一条命 我们想想我们的时间 我们过了的时间 还有想想我们 剩下的一年 其实 有些人 可能会说 我已经过了人生的一半 或者三分之一 或者四分之一 或者已经大半了 当我们想的时候 是不是以后 我们生命都是这样 我们会觉得满足呢 其实 我们所有一切 以前赚的钱 吃过的东西 享受过的东西 都要过去 什么都过去 但我们在主里面 帮到人信耶稣 我们真的会有很大的满足 也都看着这个人改变 是很大的满足 希望我们追求 熟灵的事 追求熟神的事 就天天都享受神 天天都满有神的果子 神给我这个托福 很想去训练人 有能力 因为很多人都想服事 但是没有圣灵的能力 神就给我这个心意 就开始一个 叫做圣灵恩高 事奉训练课程 已经有两年的 我的目的呢 第一就是 帮助来的人 可以得到医治 安慰 释放 可以经历神的同在 可以生命改变 然后就训练 每一个人来到的 都可以被神去训练 去发挥生命 去侍奉主的 这是一个免费的课程 是我白白送给任何想参加的 我都是乐意免费去祝福的 我们现在转做礼拜一 以前是礼拜二晚的 现在转做礼拜一晚 七点钟 其实是至十点钟的 在四点钟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服事 祷告 五点半的时候 是门禄训练的 地点就是在 官堂 成业街七号 灵俊中心 十一楼 G室 是礼堂二 是八特利会恩公堂 大家去到灵俊中心 在观堂B1出口 B1出口 去到街角 转左 第二座建筑物 就是灵俊中心 灵俊中心 有一条很长的扶手电梯 上了这个扶手电梯 之后转右行 有玻璃门进去 然后搭升级 上去十一楼 出了升级之后 转右行 走到有两道门 一道门 左边写着 百特利会恩光堂 百特利会恩光堂 就是那里 我们会有 我们星期一晚的聚会 就是七点开始 但如果你想 服侍祈祷 可以四点来 如果你想有门徒 训练可以五点半来 我们训练的内容 包括训练全福音 如何靠着圣灵的能力 如何帮助人 清楚去宣讲福音 如何提升人的灵命 以前我服侍 我觉得很难提升人的灵命 但我现在 提升人的灵命 有时透过一次的分享讯息 一次的鼓励 他看到 原来跟从神这么好的 原来跟从神不是那么难的 有些人就即时改变 或者他们经历到神的改变 就愿意去服侍主了 以及教人处理生命中 所有的苦毒 罪 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生命中的问题 都可以处理的 性情的问题 或以前的伤害 如何被圣灵充满 以及有圣灵的恩膏 运作在各人的事逢 包括传福音 建立人的灵命 帮人做释放祷告 心灵和身体医治 和为人管邪灵 以及如何带领敬拜 以及如何有圣灵恩膏 带领敬拜 回来一起经历圣灵 当人投入的时候 带领一个恩膏 聚会圣灵 一群的抵战 可以同时经历圣灵的工作 以及教各样的乐器 和声乐 和神迹性的侍奉 以及教辅导 因为辅导 在传福音 在帮助人的灵命 带领小组 也是很有帮助 以及人制关系 也很有帮助 如何去聆听人 如何回应人的需要人的感觉 然后如何引导他去处理生命 引导他 知道他生命中有什么问题 然后一步步去处理 让人觉得被安慰 被接受 被看重 然后去引导他 以及如何分享我们的经历 如何分享来到传福音 如何查经 如何讲道 如何宣教 以及带领小组 以及识经 我们都会教导的 其实事奉里面 每一件事我都会教导 是很想将这些礼物 分给所有愿意的人 我见到很多人经历圣灵 但是呢 在应用上 是应用得很少的 很多时候 有时会沉醉于 我喜欢 敬拜赞美 祷告 或者经常说 哎呀我很多释放 要很多需要释放 经常都是在自己的需要上 其实这样的时候 我们是浪费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可以祝福很多人 每一个人都可以祝福很多人 那也有些人是很想被提升 但是提升不到 没有力量 没有数灵的力量 或者有些人呢 事奉的时候呢 又觉得枯干 觉得好像做不到 怎样有能力 怎样有信心 怎样有喜乐去事奉 很多人是觉得很难的 那我帮的人包括 包括平信徒 也都包括传道的人 或者愿意事奉的人 我都很乐意去帮助 我也都带领愿意的人 去服侍 去为人服侍祈祷 去训练 然后呢 又去宣教的 是神给我的心 很想将这个福兴 带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希望你都有这个神 从神而来的心 不要浪费我们的生命 将整个生命交给耶稣 神啊 我愿意给你使用 我愿意整个生命给你使用 我可以整个生命 大大的发挥 和主施恩 祝福你 耶稣爱你的 耶稣可以大大的使用你的 希望你真的说 神啊我愿意 我愿意得着封性的生命 耶稣所说 得着封性的生命 不只是自己得到福气 耶稣也说到 牢苦担重担的人 可以到我自己来 我就使命得安息 这是第一种安息 第二种安息是什么呢 耶稣说 我心里柔和天卑 你们当负我的厄 学我的样式 将你们心里 就必得享安息 这里耶稣说 负耶稣厄 就是做耶稣 叫我们做的事 厄就是 好像放在牛的肩头 拉那个泥 那个厄 负耶稣厄 就是和耶稣一起去服侍 负耶稣厄 学耶稣的生命 只要我们心里 必得享安息 整个人的内心 就会有完全的安息 因为有很多人 只是追求自己 只是为了自己得到安息 反而得不到 但当他负耶稣厄 学耶稣的样式的时候 他就整个生命 得到完全的安息 我希望大家 会渴望这种安息 封城的生命 神所喜悦的生命 神喜悦你 祂什么福气都会赐给你 祂会将各样的恩典赐给你 因为神是掌管一切的福气 希望我们都愿意走这条路 虽然是窄路 但这条窄路是蒙上帝很多的恩典 就会真的接触什么人 那些人就会被改变的 完全祝福你 也都希望你会去联络我们 你可以直接打网给我的 9408-8617 9408-8617 祝福你 耶稣是很爱你 耶稣很想提升你 我也都很想提升你的 希望快快的见到你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